做很多下午 平常就有在健身運動的習慣 媒體要求國民黨的蔣萬安 現場化身健身教練示範三個深蹲 因為針對節能減碳議題 日前他拋出這樣的想法 深蹲二十下換一個公車免費的搭乘 其實在國外已經做到 深蹲換免費搭公車構想 響意節能減碳引發外界熱議 不過也意外開啟台北市選戰的 一個深蹲戰場 我早晚都在練氣功 那氣功本身就要蹲馬步 然後還要深蹲 大概每天十五分鐘 早上晚上所以大概三十分鐘 鏡頭前黃申申示範氣功深蹲 表示自己早晚都在練氣功 一天大概可以蹲五十到六十下 眼看北市選戰變成深蹲比賽 各陣營候選人甩開包袱 要用行動向選民證明自己也蹲得下去 不過藍綠白三位候選人當中 年紀最大的陳時中能蹲嗎 你自己本身深蹲的話可以做幾下 海美綠紙觀音源算蹲 海美綠紙觀音源算蹲 相較於講萬安 黃申申兩位候選人 陳時中不親自示範深蹲 只強調自己也練過啦 北市選戰藍綠白候選人 除了比人氣比政見 更要證明自己的體力不輸人 網站新聞最後的報導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按讚還要開啟小鈴鐺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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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